8月3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全天候组织 实战化联合演训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3号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 尖击机 轰炸机等多型战机依次起飞 飞赴台岛北部 西南 东南空域 执行预警指挥 兵力尽压等任务 我与战友驾驶战机 战斗起飞 前出台岛周边 我们随时准备战斗 随时能够战斗 有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东部战区海军在台岛周边海域 同步展开联合封控和联合对陆对海打击等 多课目针对性演练 我舰已一令抵达台岛以动预定海域 完成海上警戒封控不适 正与空中兵力联合开展 海上封锁 对空拦截等科目训练 发挥海空协同立体封控实战能力 全舰官兵以全时准备 坚决完成上级赋予的使命任务 据了解 3号 东部战区以重点组织对台岛多方向 高强度海空抵近射压 全时为台岛周边侦察预警 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